真的千万不要再买电车了 不信你们看下周围 十辆自然的九辆都是电车 长沙上个月万加利高架桥上面 首先是一辆电车起火 然后越路区荣圣华与新院 电车起火连带烧了四十多辆车 其中呢大部分都是油车 我那个时候刚发了一个 不要买电车的视频 然后过了两天 马上万加利高架桥上面 又有一个新闻说 奔驰一三百自然了 我也不知道咋这么巧呢 现在为了鼓励买电车 有些专家说 2022年的数据显示 电车的自然数量是六百四十多辆 两轮电动车三千七百多辆 油车是一万八千多辆 你们信吗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身边起火的 到底是电车多还是油车多啊 而且这个统计数据根本就不科学 好不好 首先抛开油车的基数 是电车的几十倍不说 而且这个油车自然的统计数据 是火警报警的数量 减去电车自然的数量 再减去两轮电车的自然数量 根本就没啥可信度 要知道一台电车自然 还有可能带动周围十台油车燃烧 这里的油车才是原大头 才是受害者 根本就不算自然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 就是油车即使自然了 还有的救 但是电车呢就不一定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